畫圖大概我們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當然未來我們可以做出幾個按鈕 包括就是資料把它下載下來 OK 所以喔 輝錄下載的話 可能還需要做一件 下載完之後 你要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可以把它怎麼樣 因為你下載下來 它又會是舊的 又是錯誤的日期 所以你要想辦法 把這個地方自動變成正確的 OK 怎麼樣做 OK 那這個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所以下載之後 然後把日期更正 然後再來就是 繪製那個折線圖 那折線圖當然 你會繪製一個新台 這個美元的部分 很簡單 你再繪製一個人民幣 可是問題底下還有 所以我們是希望什麼 全部都一次 有沒有 全部都幫我繪製好了 每個都OK 然後最後做一個什麼 圖把它刪掉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你想說 那我要怎麼樣去繪製這個折線圖 並且可以讓它自動化 那當然未來 你這個圖要怎麼放 沒關係 你反正 你自己愛怎麼放就怎麼放 反正就是 放在一個 你覺得看起來最舒服的位置 有沒有 就有點像一個儀錶板 現在流行叫什麼 Dashboard 那這個Dashboard 就是有點像 你開車的時候 可以很方便一下 就知道 車子的所有的狀況 你就可以知道 該怎麼操控 這台車子的 這個所有的訊息 那當然 一個企業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 每個老闆 他們當然會有自己的Dashboard 有沒有 他可以知道說 整個公司的那個 比如說產品的狀況 進銷存 有沒有 等等的相關的狀況 那這個地方 當然就有 需要 做出自動化的結果 不然的話 他一找 當然他就要開會 開會就需要做決策 那決策當然要正確吧 所以要怎麼樣才能是正確的決策 其實都需要Dashboard 那其實不管是企業也好 或者像你說 看那個 禮拜六的那個公投 其實也是一樣 選 打選戰 其實也是雨期 你要很清楚知道 到底那個風向在哪裡 你才有辦法去打一個腎臟 OK 那接下來的話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折線圖該如何繪製 那這個地方 假如你不會畫沒關係 你就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 第一個 特別注意 請你一定要更正 剛剛的日期 如果你日期沒更正 沒有斜線的話 那出來的結果會是錯 那我們先怎麼樣 先把剛剛的動作錄製 錄製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 這個錄製去 假設你不會畫那個 折線圖的程式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先試著做做看 那做的方法的話 你先彩排 彩排的話 E先選取什麼 A跟B有沒有 兩欄 然後Ctrl 去的向下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來就是 插入這個圖表 圖表這邊直接有折線圖 我們用有節點的好了 就出來了 那特別注意 那個位置跟大小先不要管 因為位置跟大小 我們錄製完之後 再來加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位置不要移動 你大概可以移啦 你移完之後 你會發現 哇 它錄下一堆程式 哇 完全是亂七八糟的東西 而且 很複雜 我不建議你用那個 它裡面提供給你的位置 那大小它當然 錄製它也會有大小的訊息 可是我覺得那個不好用 你可以自己加就可以了 好 那首先的話呢 如果假設 我們要錄製的話 我們大概彩排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錄製 開發人員這邊有錄製訊息 那名稱的話 也許叫什麼 折線圖 如果不改的話 叫聚集1好了 我們也許直接用這個 這個來 也許再來改可以 比如說我用聚集1 好,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 我優標先選A跟B Ctrl 去的向下 然後做什麼呢 其實就提供給它那個 這個我的資料範圍嘛 然後再插入那個 所謂的我的 折線圖有節點這一個 好,這樣就OK了 OK之後的話 請你把那個 這個開發人員把它停止錄製 那你可以看一下 聚集裡面有沒有 就會有一個聚集1 我剛剛沒改名稱啦 那你按編輯 這邊就有個程式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呢 這個程式錄下來 總共只有四行 那你會發現上面的註解 也可以刪掉 因為註解這有點多餘 不過跟各位講 前兩行 其實也是多餘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前兩行 只是我們 滑鼠去選範圍的地方 所以跟各位講 你將來如果說 你假如說 要刪除不要的程式的話 其實前兩行可以把它刪掉 留下這兩行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 哪些可以刪掉 因為 我們的那個什麼呢 它這個是ActiveShoot 指的是目前的工作表 就是工作表2 裡面幫我增加一個 畫一個圖表 這個圖表就是折線圖 其實折線圖就是 這兩個就是折線圖的意思 然後呢 底下還有一個什麼 叫Source Data 就是你的來源在哪裡 那它這邊一個Range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其實還可以改得輕簡一點 它這個前面是什麼 哪個工作表名稱有沒有 不過將來名稱可能會改 所以我建議 你這個不要加 工作表2 驚嘆號 然後呢 程式部分不需要這個 錢的符號 不用鎖 因為它不像以Sale 所以就留著這樣就可以了 A1 冒號 然後B 36 那如果假設只有剩兩行有沒有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Range一下 執行一下 像這個 把這個圖刪掉有沒有 那你再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喔 它又畫出一模一樣的 那可是問題來了 你想說 老師這樣畫出來之後 我希望 幫我放在哪裡呢 所以關鍵的地方來了 我剛講 就是說呢 我希望放哪裡呢 放在 M1這個地方 坐標 所以坐標的話呢 我上禮拜講過 這個就是M1的Labs 這個是M1的Top 那我只要跟它講說 M1的Labs 跟M1Top 這邊會畫出一個點 它就會從這邊開始 那再來的話 寬的話大概500 高的話呢 大概就是 高的話 當然你 我們之前是什麼 300啦 或400有沒有 可是呢 300或400 好像沒有辦法 剛剛好幾個儲存格 所以呢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呢 就是 總共10個儲存格的高度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比較好算 那我該怎麼寫這個程式 關鍵的地方來了 那你錄完之後 留下這兩行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的話 留下這兩行 然後呢 特別注意哦 修改程式 第一個的話呢 請你把那個 增加兩個參數 就是放那個什麼 比如說我第一個 我希望呢 幫我把那個圖 放在M1 M1這裡哦 所以這個M1對不對 M1的Labs 跟M1的Top 所以你就寫什麼 在那個什麼呢 它的那個圖的後面這邊 刮物裡面哦 增加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什麼 M1 那M1你要 跟他講的話 我們用Range來表示會比較簡單 Range M1 指的就是那個儲存格 的Labs 所以你跟他講 哦 我要根據哪一個呢 那個M1的 左邊那一條線 豆點 然後呢 第二個是什麼呢 給它第二個參數 就是呢 M1的Top M1 電 Top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給它坐標啦 當然你現在可以Range一下 你會發現哦 它會剛好放在哪裡 M1的有沒有 Labs跟Top 但是大小 你想說老師我大小 我希望哦 目前好像它是剛好給13個儲存格 可是我不要13個儲存格的高啊 我希望大概10個儲存格高就好了 OK 然後寬的話大概500好了 比如說這個數字 那你要怎麼設這個條線 其實再來的話 只要改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後面呢 再增加 特別重要 剛剛是這兩個是坐標 然後再來 豆點 寬多少 500 豆點 高多少 欸 高的話 如果你是300的話 假設你 這樣 之前我們上課的講的是 500300好了 那你會把500300 畫出來就500 300 可是好像沒辦法 剛剛好 我看一下 如果 10個儲存格的話 10個是不是 如果300 300是150就可以 如果你 假如說 那你用算的啦 如果算的剛剛好 不是 150看看 150看看 OK 150有沒有 150 好像9個 9個 可是哦 說真的啦 這樣算 你還是可以 可以算得出來 只是說很麻煩 另外有一個方法 你乾脆跟他講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要10列的高度的話 那你就很簡單 那你就是以什麼 以那個 Range M1 當基準 然後你跟他講說 我這個數字 要是 要是 那個什麼呢 M1這個儲存格 它的高度 點什麼 後面它有儲存 它有一個屬性叫做 叫做height 這個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 你根據這個M1的高度 它一個儲存格的高度 多少 你把它乘以10 意思就是什麼 10列高的意思 所以這個大概是這樣 所以增加4個參數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美元 新台幣就出來了 那接下來的話 你想說 那 我是不是也可以 因為當然 我是希望說 除了那個 美元 新台幣之外 其他還有什麼呢 美元 人民幣對新台幣 歐元對美元 美元對日幣 我都希望往下放的話 而且我的規則都一樣 我希望 再來的話 就是因為我10列 對不對 所以呢 下一個 當然也是下10列 10列的話 當然就畫到哪裡 畫到這裡好了 寬的話呢 也是500 高的話 剛好10列 位置的話呢 剛好就是 這個第一個 當然M1 那下一個應該多少 應該是M11吧 那再下一個呢 M21吧 再下一個M31吧 對不對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我一個 可以把它變出所有的 請各位試試看 那請各位試一下 先錄製劇 錄製劇 我剛剛講過 錄完之後的話 把不需要的程式刪掉 其實最後留下來的 就只有這樣子就OK了 所以其實程式不多啦 有沒有 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後面這四個參數 他的坐標 跟他的寬 跟他的高 OK 修改一下 這個理論上 我好像有放在 雲端 白板上面吧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應該是在 在這裡啦 OK 我把它mark 剛剛這裡的話 把它mark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你一個做出來了 所以 其實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你一個做出來之後的話 那其他的慢慢就越來越簡單 因為後面的話 其實可以 把他的那個什麼呢 相關的參數找出來 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呢 再寫個回圈 其他的圖就全部做出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要不要抹 沒有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